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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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菩薩大家 阿彌陀佛 請翻開我們的課本是在21頁 我們現在是講到這個誰的 體性不同 最主要是介紹所謂的教替 我們三藏十二部的這個教替 它的最 我們這樣討論下來 它整個最真實的 我們所說的 根本在哪邊 這個叫做教替 這個三藏十二部最根本的這個教替 到底是在 我們大聖是怎麼說 就是選大聖教 教體 那大聖教體 就是我們不外是 就是講 第一個是 縱觀般般若的 最主要是採用 把它放在真爐的這個部分來說 真爐本身來講是 我們所說的 不可言說的這個境界 所以它這個誰的 如果以真爐來說 就是講 所謂的無教體可言 如果是 它的 如果 波瑞中觀的部分來 把它放在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 世俗地來看 就是把放 我們所說的 在 大家回憶一下 就是 我們在十六頁裡面所說的 是 所謂的 劇 還有 我們所說 這個 這個 以世為教體 這個 身 這邊 最主要是 候顯中道 這個是講 最主要是 表示 唯師佛學這邊的 所謂的 所建立的 這個 以 從為世觀點 來說 我們這邊所 三藏十二部 都是 從 能說者這邊 所立的 這個 教體 就是 候顯中道的部分 我們在 顯大聖教體 宗主的部分 有 總共有 十個來討論 十小 我們整個有 十大段落來討論 我們現在已經討論到 這個 第七個 應該是講到 應該是講到 第九個 因為我們前面是 正名 復法等教體 正名復法等教體 正名復法等教體 就是在十八頁的 第八項 上面屬來的第八項 就是正 正 舉復法清光等教體 我們 我們 那第六個是 舉四門出體 這是 在討論這個 整個 整個一本經跟論的教體 到底要怎麼樣子 說明 這 假如是用這個四個 我們所說的四重出體 四重出體又有兩種 我們還是以這個色相歸性 或是色盡從心 或是色假隨時 或是我們所說的 性向別論 就是講到誰的 如果是以波瑞來講 就是色相歸性 把所有的法 接歸到真爐 所以真爐的 所以波瑞中觀的這個教體 完全是從真爐法性出發 開展出來的 所以在波瑞中觀一直講 佛所說的都是無可言說 如果有說即是放佛 這是從真爐的角度來 來開出的經典或論典 所以它比較放在 波瑞真爐的體系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為色的角度比較屬於這個誰的 色盡從事的這個部分 這個色 把所說的這個教體 把它射到能說著 就是講 所以說三藏十二部 如果以色盡從心的部分 或是色盡從事 就是把它放在這個 能說的這個 我們佛陀所說的 都是無漏性的教體 所以應該要精進它 就是深藏十二部 我們都要非常非常的敬重它 視同於珍寶 就是我們在 我們前一堂課一直聲明這一點 如果擺在 我們這邊來講 完全是擺在能說的這個部分 就是色盡從事 我們最主要是現在所講的 是明世上的 明具文生的這些寫線 聚集寫線 因為 唯世佛學最主要的教體 最主要是 還是要回到 唯世寫線的這個道理來說 所以這教體的完全都是唯世寫線的 聚集寫線 我們這個第九根 聚集寫線 明世上明具聚集寫線 它採用的是上一個 這個採用的句子是 諸二者莫作這一句 如果這一句有了解的話 就是其他的就可以自己來 來整個我們所說的 那個人這樣子來 同樣的規則來說明 聚集寫線 所以第二句以下聚集寫線 應該如同的這樣子 如第一句這樣子聚集寫線 我們講了這個諸字 這個諸字 就是當講諸二者莫作的這個時候 當講第一個字 諸這個字的時候 這個二字 就是其他的字都在未來 都還沒真的還沒真正出來 那唯有一字就是諸字 依一字所成之名 這個時候我們這個 依這個諸字 我們這個諸 我把念一下好了 這個就是這個諸字會所成的這個名 所以它會有一個諸起來 所以它會有一個諸起來 然後這個所成的這個 所謂的諸的名 於心上顯現 即使一字成名之意 亦有一字不成名者 非諸所成名 亦有一字不成名者 就是講這 我們這個是講到 所以我們諸 因為我們要講的是 諸二者莫作 所以說它 它不會說從諸就完全就沒有了 如果從諸完全就沒有了 就沒有這上面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要講諸二者莫作 這個這一句 所以我們不是說只有單講諸字 所以它是講 亦有一字不成名 因為有些我們聽到 就是我們要講話的時候 可能說到一個字 想想說不應該說 就停下來了 就是講到這個部分 那我們這個說的這個諸字的 這個部分來講就是 我們第一個是從聲音 就是我們聲音 就是耳是跟意思都會聽到 那明的部分來講 應該是想 這個應該我們前面有講到 意思先取這個諸的這個字 這個諸的字母 它會起來 它起來這個時候 我們的意思要判斷 這個諸是明的部分來講 就會到這個意識 什麼意識 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東西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是看到 比如說這個字是 如果是梵文的話 一個是梵文的話 你可能都沒有學過 這個是他們如果拼出來的話 這個是聲音 聲像 聲像的部分來講 一定會有一個我們 我們就是約定屬神會把編入一個 一個我們所說的形狀 字形 這個字形來講 這個字形來講 我們第一個 意識去判斷 就是只是一個形狀 就是我們 我們意識去判斷 如果有些人沒有學過 它只是一個形狀 它並沒有 沒有還沒形成 我們所說的這個到一個 明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是有意識 所以它會有經過一個 第一個是我們字形 就是判斷它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形狀 之後 我們才會再判斷它是什麼意識 才會有這兩個 我們後面的整個 每一個字都會有這樣 先判斷它形狀 我們看到一個 不認識的東西 我們確定 看到這個不認識的符號 符號之後 我們再判斷 它到底是德國的因 還是泛文的因 還是俄國的因 我們才會判斷 這個是到這個明 明才會有意識 這個字形狀是屬於 我們所說的圓 我們所說的字母的部分 就是它的形狀 那我們在 所以它會有這個 先有字 再有明 所以從 在心上同時寫線 如果是以意識的話 就會有這個身相 然後會有這個字形 是租字的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認識這個租字 可是有些人沒有學過範文就不認識 它會有這個形狀 字形 那第二個 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諸二者的二 我們第九個 我們第九個 在二十月裡面 第九個總共有十三段文 說諸字的時候 這個是第一個 說諸字的時候這個是第一個 它本身來講就是明 一個字一個明 大家請看一下 第九個 第九個 從那個 倒數第十一行 雖顯教題 亦有多圖 而未解釋為是教性 如何說者 世上聚集寫線 說者 世上聚集寫線 令聽法者也能夠聚集寫線 而能夠 聚集寫線 這個時候 聽法者才能夠 生這個了解的這個心 聚集寫線 解身 聚集解身 這是九 九之一的部分 我們這個部分 第九個 最主要是 我們這個最主要是有十三段文 小段文 第一個是剛才的衰顯教題這一段 那第二段就是 顯揚論裡面就是講有字 就是詩句分別的部分 有些字不是明 有些明非句 就是讓大家能夠知道 什麼是聚 什麼叫做明 什麼叫聚 那第三個是講到 第七 倒數第七行 精準此意 是說法者是聽法者 視心思上 聚集寫線 那如聖教說就是舉這個例子 就是講諸二者莫作 諸善者奉行 是喬 福至心 是諸佛聖教 這是九之三的部分 明句局顯現的意思 如何 我們要用這個例子來說明 那九之四的部分來講是說諸字這個部分 那我們九之五的部分來講就是講到誰的 顏二的部分 顏二的部分來講就是說到第二個字 我們一字的部分來講就還在未來還沒說出來 這個諸字已經過去了 因為沒有本質 所以是靠殉許利才要殉到第八世裡面 由殉許利故 為事便利 人以此念說字的時候 會心上寫線出來 所以到二的字是他會把這個 因為我們講到二 諸二的部分來講 因為諸已經下去了 可是我們接著要講二 第二個字二的時候 他會連帶了這個 所謂的諸二 一直所謂的心上寫線 好 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 一個字聲 一個字聲 兩個一字所成名 這兩個字 我們所說兩個字是這個部分 所成的名 一個一字所成的名 所以首先他一定要先這個 兩個一字 兩個一字就是諸跟惡 是兩個一字 就是說他顯現了這個珠跟惡的時候 這個是他所顯現出來的就是 我們所說的 我們所說的符號而已 就剛才所說的那種 我們看起來就是符號 形狀的那個部分 這樣了解嗎 因為我們 我們看到這個一個東西 第一個顯現一定是他的形狀 然後經過形狀之後 我們才了解它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就是名的部分 所以他們兩個一字的部分來講 是屬於這個所謂的字的部分 是屬於字 一個字聲 兩個一字 一個就是講一個字聲 一個字聲 兩個一字所成名 是兩個一字 兩個一字所成的名 就是講到 那個 這兩個變成一個字 所成的名 一個 一個一字所成的名 一個 一個 就是講 豬跟鱷 我們從這個部分來看 當他做 這樣第二個字的時候 說到這個字的時候 一定會有這個聲像 這個意識跟耳朵 耳式跟意識 那兩個一字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所說的 豬二 豬二兩個 兩個一字 一個字聲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所說的 一個字聲 兩個一字所成名 兩個一字 兩個一字所成名 是豬二 所成的名 一個 一個一字所 那個一個字聲 這個一個字聲是講到那個 我們一個 聲 我們所說的聲是聚的意思 它是有聚合的意思 我們現在要講到這個 所以有些像豬它是講智 這個豬二是講 有些講到它是講智聲 所以它有兩個 有兩個字聲 是講智 如果兩個的意思 就講智聲 因為聲是講聚的意思 有兩個字聚在一起 那我們說豬二者 它有兩個字聲所成的名 所以一個字聲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應該是要這個部分 因為有聲一定是有 因為它聲是講聚合 兩個一字 成名 兩個一字所成名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豬跟惡 因為豬 兩個一字它 我們剛才所說的 豬也是它有一個字 還有一個名 然後惡也是有一個字一個名 所以有兩個 所以叫做兩個一字所成的名 因為它一定要先經過說 先成 就是我們看到的是兩個一字的部分 所以它一定 講到豬二的部分來講 它一定會有這個豬的形狀 跟惡的這個形狀 所以它一定要先經過這個部分 然後才會有這個 所謂的 我們所說的一字所成的名 所以它這個講到兩個一字所成的名 這樣了解嗎 名的部分來講就是轉為意識 就是意識去判斷 豬是什麼意思 惡是什麼意思 然後一字一個一字成名聲 一個一字所成的名聲 就是講到誰的 兩個一字成名聲 兩個一字成名聲是這個 兩個 到最後它一定會講到誰的豬 豬二 豬二者成為一個字聲 然後才會 這個豬二者才會成為一個字的 成名聲 所以它變成一個 我們所說的 它是講到 一個 二字所成的名聲 二字所成的名聲 一個二字所成的名聲 就是豬二 就是豬二這兩個 成的 到最後到 講到豬二 一定要 我們經過判斷之後 成為它是變成一個字 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二字 它要成名聲的部分來講是 豬二是什麼意思的意思 那一個一字成名聲的部分來講 那一個一字成名聲的部分來講 就變成說 豬 到底一個字成名聲 二是一個字成名聲 一個字成的部分來講 豬二是講一個字成 因為是講到 豬二它變成到最後是一個字 它變成一個字 成為它聚合 所以我整個 整個簡單來說 每一個字一定會有這個 所以它形成我形狀的部分 然後才會到 明 明的部分來講 形的部分來講 會有一個字的形 或是二字的形 或是三字的形 到四字的形 因為它一定要 講到 豬二者莫作 都是要從 變成五個字 它是從形到聲 形到 我們所說的明 聲的部分來講 就是變成說 我們會有這個聲 就講到聚合 二字所謂聚 二字所謂聚 如果是多聚的話 諸二者 它是講到 諸二者是多 多名聲 有些講 所以它會有到最後 會講到說 我們講到 諸二者莫作 就會有 前面的三個 我們看一下 到 誘言者的時候 二十月 這個時候有三個 一字 兩個字聲 兩個字聲就是 諸二跟二者 因為兩個字聲就是諸二 它 合起來的 因為字聲 聲是講合 聚合 所以諸二跟二者 這會有 就會有在分別的時候 意識在分 分析的時候 就會有這兩個 到底是諸 我們講諸二者 到底諸二 還是二者 那如果是三個字的部分來講是 它會 諸二者 講到 講到莫的部分來講 它會這樣子 然後會這樣子 會有 這兩個 復原莫的部分來講 三個字聲 三個字聲就是講 第一個它就分析到 這個諸二者 沒 第二個是兩個字 和的 諸二 二者 折磨 就是有這個三個 絕對不可能有諸跟諸折磨 因為中間絕對不能間斷 不可能有諸折磨 或諸惡作 不可能有這樣子 所以他會 第一個是講 他分析成這個 每一個字來 我們所說的一個 這叫一字一名 這是 沒有 這是這個叫一字一名 這是二字 有些是二字一名 第三個是 是拔 珠 二 者 然後是叫二者墨 因為講到第四個字 二者墨 而且我們講到所謂的 講四個字 如果講四個字的部分來講 一定是諸二者墨 諸二 二者 折磨 然後是講諸二者 諸 還有一個二者墨 還有一個二者墨 還沒講到做 所以只有這兩個 這是他 這個是我們就是說 他一定要講到誰的 這是三字 一名 一名 這兩個就是講多名聲 整個 整個意識的 就是他 聽到一句話 他一定會叫切割 就會這樣子的分析 但我們很難想像這樣子的分析 那我們這個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自己去看好了 因為原則上 他一定會經過這個 一字一名 二字一名 就是從字形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聽到一個東西 一定會先有一個字形 然後才會意識 才轉成意識 所以一定會有經過這兩個 我們後面看 就會有這個 然後他會有聚合 會有諸二者 二者跟折磨 他也會從這個所謂的 把它當成一個 一個字形 然後所成的名 都會有這些的 一個字 然後他的意思是什麼 那我們這個 大家如果有興趣 自己看好了 因為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我們這個念一下 這個由興許立者 剛才念到 剛才念到第三 就是九 九至五 是復原二者 於這個是倒數第四行 二十月的倒數第四行 那九至六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者的部分 總共就是 講第三番 就是當他講者的時候 怎麼樣記取寫線 那我們 在九至七的部分來講 就是在二十一頁的到 第五行 復原末者的部分來講 復原末者的部分來講 這就是講 講到末者的部分來講 如何聚集寫線 那九至八的部分來講 那九至八的部分來講 這個意識 所以有五個字 五個一字 四個字聲 四個字聲就是講到誰的 就會我們所說的 諸二 二者 者末 還有末座 這些四個字聲 那九至八的部分 我們從這個九至九開始講 始終就是二十一頁的倒數第五行 那我們這個是在九 講到二的部分來講 這個是在二十頁的倒數第四行 我們看數據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是講到訊息率 所以我們唯師佛學非常著重在 就是我們聽到這個所謂諸的時候 會有這個 我們聽到這個 因為已經聽到二 已經講到諸 然後再講二 因為我們訊息立故 全念的訊息會 會熏到我們第八次 這個諸會熏到第八次 叫做全念訊息因緣立故 那唯師便利 就是我們講到二 這個二 第二個字的時候 它會連帶出來 這唯師便利 則乃至現在 當念文說二的時候 全念訊息率會從 從第八次做陰能變 跟二同時在第六次上變現 它已經這個諸一定是 已經放在訊息到 第八次成為一個種子 然後講到這個二的時候 會跟諸二連帶的 會第六次變現出來 這個叫做唯師我們所說的 四變 四變的這個所謂的 它的一個 我們所說的 唯師 唯師便利 這是唯師的聚集血線的 這個我們所說的 它本身的是 因緣立的這個 作用 那我們這個是講到 有者 講到第 者的這個時候 有 葬心上瀉 就是講到時候 當他講到這 諸二者的第三個字的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有講到 所以他聚集怎麼講 他聚集血線 文說者 這個詩 文說者就是講 說者跟聽聞者 以末字 亦在未來 因為我們講諸二者末 末是第四個字 還在未來 做也在未來 以前的這個 諸二者 二字已經過去了 但是因為它是 太 熏習到第八世裡面 成為 因緣立 所以 所以二字衰入過去 還由前念 熏習至 後念 文說者的這個部分 文說 這個要講文說者 這趕到這邊 聽到說者的這個時候才對 因為講諸二 然後你聽到這個左的時候 也會 諸二 就是會 講到者的時候 諸二一定會 在第六意思裡面 我們所說一起寫謝 這是講者 末的時候 就是講 這個末 講九至七的部分 所謂字 我們要知道一個字 自身的部分來講是兩個 多自身的部分來講是 諸二者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諸二者是多自身 然後他會 這是 只是形狀 然後他要了解這個 多自的這個 意思叫做多明生 兩個叫做自身 三個字叫做多自身 那多自身要了解 他的 因為多自身是屬於形狀的部分 他要了解他的意思是什麼 才會叫做多明生 那 我們 我們請看一下 這個何有一句 在二十一頁的倒數 第六行 何有一句 何有一句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講到 諸二者莫作 已經講完了 異 異就禁錮說 這個 這句 他完全可以把意思 把全部 說 說 說完畢 這個 把意思 把它帶到 就是 異就禁錮 所以這個句 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 我們在 大家請看一下 那個 在十六頁裡面 十六頁的中間 句有兩種 句法滿足句 寫一周圓句 寫一周圓句 我們這個是 這個句子叫做 就是 諸二者莫作 他就是 其法滿足句 如果全部 把這個 諸二者莫作 如果 把這句 這個頌 把他全部講完 這個叫做 寫一周圓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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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寫全部講完 叫寫一周圓句 如果 單講一句 諸二者莫作 就是我們這邊 所說的 舉法滿足句 就是他可以滿 所以 就是把這個 法義全部帶到 所以何有一句 就是 義就禁錮 范雲 阿洛瑟多智 這個是八智 成句 所以 這個是講到誰的話 這個句寫 不長不短 所以滿 圓滿 這個講到誰的話 就是我們所說的 五圓絕句 七圓絕句 它不長不短 這個是在範圍裡面是講到說 它是用這個五個字 舉八字成句 這個八 八 八字成句 不長不短 以圓滿故 就是我們所說 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整個 我們整個範圍裡面 是用句寫為 代表 我們有 就像我們這邊所說的 五圓絕句 跟七圓絕句 這個五圓的部分來講 就是一個句子 不長不短 它可以把 諸二者莫作 就可以把法義把它帶到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可以 就可以圓滿 表示 它的是什麼 什麼意思 它是講的圓滿句 何有一句 就何有一句 因為我們講的是 只有第一句 諸二者莫作 這上來所敘明等 所敘明等 就是我們 我們前面就講的是 整個教 教體本身來講 不外是 我們所說的 文 文句名聲 聚集總 總和有 這個諸二者莫作 所以我們 我們上 這個是 在分析 父法菩薩的這個 這個學派 怎麼說為 句句顯現 所以我們用這個 這一句為代表 它可以 把意思就可以 把 顯現出來 所以叫做 圓滿句 這個 張滿足句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 舉法滿足句 那我們 我們接下來再說 九之九的部分 因為剛才是九之八 現在是九之九 始終皆取 無間相合 方成名等 就是我們在 我們說這個聚頌 一定要從 諸二者莫作 沒有斷 沒有 就是中間沒有 沒有間斷 就不會插進其他的聚頌 沒有 沒有插入其他的聚 其他的聚頌 所以 此中 接取 無間相合 才會叫明 諸二者莫作 不是其他的是 我們所說 諸其他的聚 其他的聚 其他的聚 就 不符合 這個 就沒有這麼樣子的 把這個 法義帶到 沒有 就是無間 不可隔月說 合成為明 就是說 這個 諸二者莫作 中間絕對不能插入其他的聚 這個叫做 我們這邊所說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聚 舉法滿足聚 捨格之至極無用 所以如果說你一講到諸者莫作 就沒有辦法 這個聚 這個就不成聚 這個聚裡面之中的一個聚子 這叫所格之至無用 此中且依貝貝增長而成其法 貝貝增長 貝貝增長的部分來講就是講到誰的 因為我們要講四句 每一個句都這麼樣複雜的 在心上繼續寫線 那我們講的四句就是更複雜 何有五刹那所依之心 疑心顯現 五刹那的部分來講 最主要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 整個來講就是講到誰 何有五刹那就是講到五心顯現的部分 就是跟 就是跟 這個五刹那所依身 疑心血線的部分來講 就要回到這個 在 因為我們前面所說的 那個 帥爾心 還有請求心 還有決定心 等流心 跟 所謂的 應該是等流心還有蘭靜心 整個還是回到這個 所謂的 五心上 具體寫線 不可為難 不可為難 就是不能 整個就是這樣子來說 這個最主要是講到那個 明 這整個是講到誰的那個 也是 結論這個 極法滿足劇的這個部分 這個極法滿足劇 整個來講 還是不離開這個 五心上具體寫線 此一 這整個 整個這個 宋 是此一一句 是究竟說 我們是不是只是討論這個 句宋的一個 裡面之中的第一句 是究竟說 是究竟是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 這個諸二者莫作 這個 這段把它整個 整個來解釋這個 以我們心事上 具體寫線 這個具體寫線 在整個來分析上 就有這些 就是我們會說到這個 字還有明跟據跟聲 不外 不外談到相關的這個字詞 第一個聲音一定會帶到 第二個就是它的字型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聲音 我們 就是剛才所說的 我們講諸的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有這聲音 這聲音就會有一個字型出來 字型出來 馬上就會有這個 我們所說的 會 會有這個意識 這個明的部分 這個明的部分來講 就會帶出這個所謂的 我們諸二者莫作 會有這個 會有這個 就是成句的部分 就會有這個四個 聲音字還有明跟句 如果說每一字都要 每一個 每一個 因為句頌裡面有四句 都合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所說的 如果四個句子都 全部來說的話 就非常非常多 這邊是講五十個句句寫線 沒有 對不起 我們都合的部分來講 是講一個句 你只有 就是這個句頌的第一句 所以有五十個句句寫線 如果說若焉一頌 若焉一頌就是四個句子 然後四個句子 然後再說到一段 一個段段落 然後再說到一卷 說到這個一部論 句句寫線這些的至明俱深 這個實在是太多了 這是理極無邊 要談的裡面的句句寫線的 你要說清楚這些句寫線 實在是太 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複雜 這個最主要是講到 事有事無量聚取 就是講到這個 我們的事 當你聽我 聽我 我們在聽別人說話的時候 我們的心是這麼樣複雜 很快速的 這樣子 於心上積極寫線 雖然是不可思議 我們講到所謂的 這個是講第十 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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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八十 于心上继续显现 我们还是要 五刹那所依之身 这个我还是把它改一下 五刹那所依之身 是讲到诸二者莫作 其实我们很快速的讲完之后 就讲到 因为我们五刹那所依之身 就是我们诸二者莫作 然后于心上继续显现 不可为难就是说 你不能 就是讲 这样子 这样子说 继续显现就不能再 因为它最主要是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讲二十页的 那个 我们刚才二十页的部分来讲 就是在中间 就是我们这一个 倒数第十一 我们倒数第十一 这是问 虽显教体亦有多图 而未解释为释教 信如何说者 事上继续显现 然后这样说者继续显现 在心上继续显现 也能够让听者 在听法上能够继续显现 然后从心事上继续显现之后 听者也能够了解其中的道理 最小是问这个问题 所以不可为难就是 我们这样说的 你就不能再 在 我们所说的 再加以 我们所 就是我们质问的意思 就是讲 五字 于心上继续显现 那我们 我们九之十恶的部分 若萨伯多等 说恶时 就是如果说 一切有不 他在解释这个 祭奏 就是诸恶者莫做这个 这个祭奏 诸等至已灭 就是不派佛教的这个 所以切有不 他们没有立这个 他们没有立这个后面的部分 这无熏悉立故 因为他没有立这个第八识 没有立第八识的这个熏悉 就会有这个 当他说诸字的时候 就是这个 说完了之后 我要讲这个 所谓诸恶的第二个字的时候 诸已经下去了 已经灭掉了 所以无拒绝故 次第而生 就是他没有拒绝 他不可能 他已经灭掉了 如何在 我们所说的 他没有办法 就是谈到第二个字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跟第二个 第一个字一起写线 就是没办法次第而生 为什么没办法次第而生 因为他 因为诸字 第一个字已经灭掉了 他又没有同时 熏悉到第八识 所以不同时 也没有熏悉 不可字后 所以他讲到诸 第一个字的时候 不可能 他因为灭掉了 所以他不可能 灭了之后 没办法再延伸到第二 第二念 所以前一所说字 以后心上线 不可字后 所以前所说的诸字 没有办法再 在讲第二个字的时候 也没有同时写线 所以他的这个教义 决定不成 这是要讲到 对于萨普洛这个学派 因为他没有 没有这个第八识的这个讯息 没有这个这种的教理 所以他不可能 我们是把这个 说到的这个诸字 没有办法带到 我们所恶 说恶的时候 没有办法同时写线 我们为事的部分来讲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 讯息到第八识 讲到 讲到第二个字的时候 他就会把诸恶 一起写线出来 这是我们跟 说一切有不的教派 不一样的地方 亦非由前字等势力 末后字等能生显明 过去无体又无虚喜 就是我们所说 就是讲萨伯洛 就是说一切有不 不是由诸字的势力 把带出来 后 后末字能生显 就是讲到前字 没有他 因为前说诸字的 这个时候会 就马上灭掉 刹那就灭掉了 他没有这个势力带出 跟这个 说第二个字 同时写线的这个力量 所以末后字能生显明 因为过去无体又无虚喜 由何势力 在 为后自知能生显明 就是说 就是讲到他 我们讲到诸恶者莫作 如果讲到第二个字的时候 诸字已经下去了 他没有力量把 跟后面的这个 第二个字同时写线 那我们说到 诸恶者莫作的这个部分来讲 他也没办法 前面的这个四个字 都已经灭掉了 所以他没办法选出 诸恶者莫作 这个完整的这个句子 所以讲这讲是表明 说一切有不 他们的这个 他们所 因为他们没有成立这个 试的这个讯息利固 没有成立这个 讯息第八试的这个 所谓的理论 所以 我们说他们的教义 是没办法成立的 那我们再说到 最后一个 这一段的最后一个 顾我今时 顾我今时的是讲大圣 这就讲的是讲大圣的 整个 整个我们大圣 在听闻一句话的时候 都会在我们心事上 继续显现 这种继续显现 是非常非常的的复杂 刚才应该要 就是我们刚才是没有讲出来的 那个非常复杂 好 是顾我今时这种大圣 在这个时段 在这个时刻 在 就是其收法者 就是讲当 收法者是我们最主要是讲 佛陀 我们先 那个 我们还是重复 就是收法者如果在因为 因为收法者有 有两位 一个是佛陀 一个是菩萨 如果是讲菩萨 在因为 还有听法者也在 在因为 听法者在因为 是我们众生 由 诸出字 就是第一个字 诸字 它一定会 熏悉到 第八诗里面 不管说什么字 都会 熏悉到 第八诗里面 所以连带 原后二字 二者 字 所以当我们讲到 后面的字 都会连带通 把全面的带出来 这个时候 带出来的时候 我们第六意识 会同时去 这同时解身的部分来讲 就是会非常非常复杂 这个解身的部分来讲 解身的部分来讲 就要从 这一字一名开始 二字一名 三字一名 这样子去了解 叫解身 所以同时在第六意识 去了解它 乃之后 到最后讲这个 坐字的时候 先接聚集 先接聚集就是 坐着末 聚集 由前薰席后事之上 聚集写谢 这个权是讲能权 继续选现这个能权文 不是能 因为文最主要是讲 自明剧的部分 然后这个会带出所权的意理 就是差别圆满 名为说法 就是讲这个所谓的 就是把这个诸二者莫作 这个字叫举法满足句给它全部说出来 这个叫做说法者 那说最主要是为了听 文教者 我们这些众生在听文这些叫法 最主要是为他们而说 若是佛说是我们所说的果位在说法 果位在说法就没有在熏悉 因为佛已经不在熏悉 但是他还是继续写现 在心上继续写现这些的文字 所以无过位就是讲到佛的 佛他没有熏悉 另外是讲到当他说这些的文字 诸二者莫作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是讲到谁的 我们说这个字的时候 过去已经灭了 未来还没出来 所以他这个是讲于 这个佛在说法的时候 也会在他的心上继续写现 这个叫做为是继续写现的 这个教义也成立 所以说者跟听者一皆圆满 说者就是佛说 佛说把这个诸二者莫作全部说出来 然后佛的他在的他的字 我们所说的建分 建分是能全 所全的这个诸二者莫作 这个文艺给他全部带到 那听者一皆圆满 听者就是他会听佛所说的诸二者莫作 然后他也是建分来了解所听闻的这个赤文 佛所说的这个诸二者莫作 我们所说的赤文跟赤意 都能够在听闻者的这个心上继续写现 所以我们这个是讲到 整个这样子说者跟听者来讲 都会有这个声音跟字 两种究竟于自心上继续写现 为他的教体 第一个一定要声 因为佛出来的声音 然后声音之后 我们后面会就会转换到这个字形 这个讲字形 这个字形之后才会转换到 名就是意识 这个字就代表了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 通常字就是我们 在范围里面就是讲文 就是讲字 字就会 带出这个名 名就会带出句子 句子就带出颂 颂就会带我们所说的卷 颂就带出段落 段落才会带出 应该是脏吧 一般来讲是脏 我们现在的一些讲章 然后论 所以还是以字为主 中文是字 范围说为名 范围说为文 最主要是讲到结成大圣 就是在听法者 说法者跟听法者 都会在心上 积极写谢 所以维师的部分对于经教的这个最主要的根本的这个 到底是在哪 设定在哪边 就是声音跟字 佛说法 会 这个时候会有字 字形出来 就会有这样子的 整个经跟论 最根本的主体就是声跟字 或是声音跟我们所说的字 名句 就是有四个 那么后段最主要是讲到 那个这个第九 我们现在要说 这个 三性五法 来解释我们的根本教题 以此四种出体之中 四种出体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射向归性 还有射近重心 另外是射甲随时 还有性向别用 这个是 这角色是四种出体 随其所应 随其所应就是我们现在来 就是用这种四个法则来 我们所四种方式来讨论教体 以原成等 即像 就是我们所四种出体 跟这个谁的 跟我们三性就是讲到 骗迹所值 依他起性 还有原成实性 还有另外是 四种出体跟这个无法 无法就是讲到谁的 就是讲到这个 相名分别政治如如 就是我们这个部分来讲 最佳是 四种出体跟三性来对应 四种出体跟无法来对应 这种说法完全是我们大圣 维世佛学所说的 其他没有 就是唯大圣意 唯大圣意的部分来讲 是完全归到 唯世佛学 因为三性的部分来讲 波瑞宗观是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相名分别的部分来讲 宗观也没有提到 所以唯这个 最主要是 圣文圣绝对没有这个部分 圣文圣的部分来讲是 他的无法 是运触戒 他的圣文圣的部分 就讲 大圣意中 虽有这个运触戒 三刻之法 体性亦故 腹烂小教 而故不取之 这个是讲到四种出体 讨论这个所谓的 如果运就讲到谁的 我们是 就是讲到我们运 比如说声音跟 声音跟名的部分 我们先休息20分钟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这边最早是讲到 这个在二十二页 还是要回到这个世从出体 从世从出体跟这个所谓的 我们为世佛学所说的为世三训 还有所说的无法 到底怎么样子来对应 另外声文圣里面 有用运触戒来讨论这个教体 所谓的教体就是讲声音 我们刚才指涉的声音跟文 我们所说的第一个 文具名声的这个部分 它怎么样归涉到三刻 或是怎么归涉到十二入十八戒 就是我这边讨论的这个重点 那我们先讲这个谁的 就是我们这段最久要有四段文 这是大家要知道的是 我们这个世从出体的部分 就是从三性来说明 从这个无法来说明 这个只有在为世大圣里面有 其他没有 那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段 出种名义 此门事之理由 那后面最早是讲到谁的 我们不采用运触戒来说明这个教体 就是大圣所说的 为世所显现的声音 还有文具名声的这部分 不放入运触戒来说明 为什么不放入运触戒来说明 因为声闻圣都是放入运触戒 因为声闻圣把这个谁的声音 把它放入在设法 在运的部分来讲放入到设运 把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这个如果是运的 采用运来说就与运来说 那个摄像归性 无运来说摄像归性 这个这个是整个来讲 就是把它放入在真如的这个部分 真如本身来讲非运机 真如非运机极固 所以它完全是讲到 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是运触戒来讨论 跟这个四重出体来说 这个教体的部分来讲 完全设在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真如 那真如就不含射在 我们这边的运的部分 如果是你放在设进锤重心的部分 设进重心的部分来讲 就是要把它放在四运里面 因为说法者听法者 完全是放在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实体就是世运 如果是射甲随时的部分来讲 是佛所说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明具文身的部分来讲 所以完全因为它不是真实的 把它射在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它 声音的体性就是在射运 如果以性向别运的部分来讲 就要特别来讲到谁的话 如果性向别运 别论就是讲到 教体是属于声音的部分来讲 是射运 如果说属于明具的部分来讲 就是属于行运 如果是采用这个别论 跟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五运来对应 这个声音 教体是以声音跟这个为主 那声音是在射运 所以分开来说 因为性是属于生的部分 那用的部分来讲是文具名声 文具名声是在行运 我们这个文具名声的部分来讲 是属于不相应性 它是属于行运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 这个是讲到谁的 体性异故 体性异故就是 如果说你进入到 你能够明白 这个为师佛学的 这个各种的教理 在我们所说的 教体的部分 不外是这个 它如果是不外是这个 这个如果是放在五运里面 又要讲到 采取这个谁信用别论来分析它 这个在我们为师佛学里面 简直是 是叫做体性异故 所谓体性异故就是 你能够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去了解它 所以它就是 还有另外就是 小声也说过了 我们就不再说了 就不取之就是不再重复 好那我们后面的这个是 不与不采用五运跟这个 那个 呃 是从出体来对应 就不采用运触界的部分来对应 来说明 那我们 我们直接的部分来讲是采用 三性门来跟这个 是从出体来对应 好那是第二个 三性体性 越而 越而言之 好 我们三性的部分来讲是 骗记所之 第一个是骗记所之 它为我跟法 就是它没有 性向都没有 因为它没有它真实的体性 所以没有性也没有像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后面这两个 一它跟原成 各有二体 各有二体的部分来讲 就是要分析这个的话 从这个所谓无肉门来说明 我们一它本身来讲 如果说从有肉跟无肉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 从这个常 无常跟常来说 所以它会 从这个所谓的有肉跟无肉 跟常跟无常门来说 是一它本身来讲 第一个是有肉性的 有肉 另外还有一个 一它本身来讲 是有肉法 另外是 无常 它原成的部分来讲是无肉 还有股 还有股 所以有二体 有二体的部分来讲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它就是有肉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无常的 原成如果是从这个第一门来讨论 是无肉的 如果从第二门来讨论是股 所以各有两二体 所以 诸无肉法 皆明为原成 诸无肉法 就是讲到谁的 如果是你讲无肉法 因为无肉有两个 无肉本身来讲 无肉有违的部分 这无肉法皆明原成 设论说 我们还是把这个 真如的这个部分 把它归到这边 真如也是 我们先这个 因为 助肉法 本身来讲就是原成事 这是属于原成事 原成的无肉 所谓的原成的无肉 是属于世之原民的这个部分 这边是讲世亲近 所以世亲近就是告诉你说 它有里面就是包括这个自性亲近 所以我们是讲真如的部分 我们的真如这个实际上应该叫做 它应该要讲无肉无违 无肉有违是讲 四字 最主要讲四字 所以知无肉法 如果说你讲总称的部分 本来就是寒色这两个 无肉有违跟无肉无违 这全部都是讲到原成事 诸有肉法皆依他起 所以有肉法全部都依他起 什么叫世亲近法 第一个是自性亲近 就是讲真如还有另外还讲空 还有实际无相 这个无相是我们所说的 实相无相 无身处欲灭 男女 这些等等的相 圣意 圣意是圣者所认识的这个 圣意的这个境界 那法界的部分来讲是 就是采用这个 采用变中变论所说的意识 就是你能够了解这个自性亲近 你就能够了解 这个法界的部分来讲是 一切佛法的教体 界是因 你就能够成为了解 一切佛所示射的这个教法 而是法界 是我们所说的教法的因 所为法界 你就可以了解 你如果了解这个无肉的这个真如 你就能够成办 佛所示射的这个教法 所为法界 那第二个是离够亲近 离够亲近是离一切障 所以这个离一切障 就是离烦恼障跟所知障 这够 这是讲的第二个亲近 第三个是道亲近 是一切菩提分 波罗密多 就是讲所谓的三十七菩提分法 还有十度 十个波罗密多 还有十地 都是属于道亲近 还有另外是讲 第四个是 适者 生死亲近 这个五把应该把它去掉 这个五应该去掉 而生死敬亲近 这是讲佛所说的这个 这个大圣的 非常微妙的 这个所谓的真正的这个 这个法教 这是教亲近 就是讲世亲近法 这世亲近法全部都设在原尘室 这个是讲别以三性门来讲 解释这个教体 那第二个是无常门来说 诸常住者绝对是原尘室 如果是以 以常住来讲 我们所谓一定是讲真乳 因为 就是讲微缩 真乳是原尘室 因为 我们这个原尘的这个 无肉 它还是属于无常 因为它是有违性的 所以如果以 以常无常门来说明 诸常住者绝对是原尘室 原尘室是真乳的部分 真乳是原尘室 是赦 真乳是原尘室赦 这个就是要讲到 它体性长衣不变的这个部分 而不是讲那个圆满成就 就是讲它的体性长衣体性不变 说为原尘室 一切诗帝论里面所说的无法之中 只有说这个真乳是原尘室 这个是采用这个常污常门来说 因为原尘室的这个无肉 最主要它还是属于无常 那无法的体性 无法的体性就要讨论这个相名分别的部分 相比较属于 这个以无法来解释这个所谓的教体 这个我们在 它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在 无法章那边也会再讲一次 一准应息 就是应该要了解 这相名分别跟那个 是从书体来说明 这今有其于且叛教体 就是讲摄像归性 体为如如 就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切法分为 这个所谓的相 还有名称 还有我们所说的分别 还有这个政治 如果这五项来跟这个 四重书体来对应的话 如果采用这个摄像归性的部分来讲 就会编入在真乳的部分 如果是以 摄像归性体为如如 如果宜山出体的话 如果说你 你讲这个所谓的 我们维世佛学的这个 把所有的法 把法分成 第一个是骗句所知 还有依他 还有元臣识 这个讲三性的部分 因为所有的法 就是我们所在教义上来讲 所有的所缘的境界有三个 第一个我们执着的我跟法 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缘起的部分 就是果报的部分 另外是我们所正的部分 所正的真乳跟 还有那个无漏的部分 就是四字的部分 就是讲三性 所有的教 在维世佛学的部分来讲 所有的不管经跟论 所谈的不外是这三个 有没有人不同意 所有的经跟教 我们执着的地方 我们的果报 我们要正的地方 所以 就是为什么会这边 用三性来说 这个三性的部分来讲 又跟这个谁的 我们这个谁的 因为他 所以我们所缘的境界 然后这些缘的境界 不外是声音 不外是文 句 文明 句 不外是从这边 所 这个我们所说的 能权跟所权 用这 我们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所缘的境界 不外是这个 这个东西不外是从这边来的 那我们这个是 我们要谈论它的体性 我们谈论它的体性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经教 经跟论 不外是谈这些 但我们经论 不可能 这三个全部都 圆满的全部带到 有些可能是着重在这边 有些是可能着重在这边 有些是可能着重在这边 所以他会就会讲到说 这个是到底是从 我们所说的摄像归性 就是以波勒的部分来讲 它比较着重在这边 从真乳为出发点 就采用摄像归性来说 如果是一样 我们维世佛学的部分来讲 是比较属于摄像归性 所以我们维世佛学的部分来讲 它比较属于从 它比较谈论的是依它的部分 因为它是从比较着重在尸体 因为射精从前比较传论在射 所以它很多的篇幅都在巴式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要讲到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射甲随时 射甲随时的部分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射法的声音 因为射 一维世佛学比较采用这个射尽垂性 所以为什么要讲用三性们来说 就是讲这个我们所经论无外 是谈论这个三个重点 这个到底它着重在哪边 就是安放 它的经论的重点放在哪边 就会讲摄像归性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剥热的部分来讲 以它为出法点 如果以为式的部分来讲 比较讲了八式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讲 另外是无法 所以所有的经论不外是 相 名 还有分别 还有政治 还有这个所谓的真鲁 相的部分来讲比较属于这个 这一层就是要知道 相有些是骗其所值 有些是依它 所以它就是要特别去分析 这个跟三性到底是偏重 它比较偏重在骗其所值 明的也是有时候都会 所以分别比较属于它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无法章那边就会 再来讨论这个 所以无法的部分 我们的这个所以教体的部分来讲 我们现在讲的教体 最主要的放在能说者部分 能说者就是讲政治 第一个是讲比较讲政治 另外的是能说者的部分来讲 我们所说的这个摄像从摄像归信 所以采用摄像归信的部分 就是安放在真鲁 为能说者的根本是在真鲁 其他的部分来讲就放在政治 比如说摄像归信从心 佛所说的这个能说者 是从心的部分来讲是讲政治 分别比较属于我们众生的心事 政治是我们的圣者 尤其佛的我们所说的心 那射假随时 射假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佛所出来的这个经论最假的部分 声音也是都放在这个政治的部分 因为它不是真鲁是属于声音 它是属于声音 声音的部分就是讲到 因为政治含色这个八个八市 它是讲四字 而声音不是像吧 因为像比较属于骗具所值的部分 它也不是属于这个 它也不是属于这个 所以编入在政治 所以它讲在这个 那个狮子孔操里面 余山出体就是讲到 无漏的这个声 名句 都是属于政治所设 因为像名分别是属于有漏性的 都放在这个这边 所设 所以一切章由此门中 以悦显示更不别显 准益之之 一切章就是讲 除了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个教题 其他所讲的这个教题 就是不再说了 应该要去了解它 那我们这个 最后 因为我们整个体性门来讲 大家请看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要说到这个 第六项 我们这个 维世佛学所说的这个 那个教题 它最主要的 整个重点 有这个六大段落 我们最后就是要讲 事有师传 绝地是门 此中所说的 一礼言群 这边所说的这个教题 又那么复杂 都是大师 大师是 这个大师就是我们讲的 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 他继承了这个 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 无浊 世青 还有 父法 还有所谓的 借贤法师 家训所教授而来的 传者虽实文拙 传者就是讲 亏计法师 就是他 他在编文上来讲 非常就是讲 他认为他写的 不大好的意思 就是文拙 就是在 在下笔的时候 好像 他觉得不好 就是讲 自欠之词 而此意迫可观 此意迫可观 就是讲到 这个意 可以大家 是可以让提供大家 是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 研究 迫迫可观 意就是意理 对于所谈论的 经论最根本的教题 在哪 在哪边的部分 来讲 意 因为谈论的非常非常多 不少 是作为可观 谈了非常 我们所说的很多 具足有志 尾为祥审 就是大家 有智慧者 希望能够好好的去了解 祥审的是详细的 去审查他 就是详细的 好好的去了解他 其间引证 在里面所提出的 引出来的经文 都是采用大圣的说法 白日光辉不假众心之助固也 白日光辉不假众心之助也 因为这边的所说的教题 尾世佛学所说的教题 就是讲到说 它是一个 就像白 就像我们所说的太阳一样 它非常非常的 我们所说的 这个是象征 就是它的教理 非常的殊胜的意识 就是讲到说 那个不假众心之助 所以它这边所谈论的 这个韦世佛学所提供的 这个教理 是教育 非常非常殊胜 不需要其他的 我们所说的 就是其他的辅助 就不假众心之助也 如有谬错 稀为珍规 如果里面有一些的错误 这个是讲到谁的 其间引证 就是讲那个 它的经文就是 以大声的经文来辅作 如有处没有等者 这都是讲 自谦之词 里面如果说有 引用错误 或是有些法义上 可能有解释 解释不好 真规的部分来讲是 大家能够 这边在诗诗拱操里面讲 就是取舍的意思 虚伪取舍 因为真是讲割言 就是讲取舍 就是能够取舍 然后把它归正 然后面是讲上来 何事体性不同 上来何来 就是体性不同 就是讲到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这个经论 为什么那么多不一样 唯事教理 为什么跟 波勒宗官的教理不一样 最主要是在 四门出体那边决定 最主要是在四门出体那边决定 因为波勒宗的经教 比较采用色相归信 维世佛学的教体来讲 比较采用的是色尽重心 所以要知道 所以它讲的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会 有那么多的不同 所以我们体性不同门 就是讲 维世佛学的部分来讲 着重在这个四门出体 所以它一开始就标明 这个四门出体 就是讲到 这种四门出体 最主要的是有传承的 是完全是从五卓菩萨 经过世青菩萨 然后经过这个 我们所说的腹法 借贤 还有这个玄奘 所传出来的 不是亏七法 是自己 我们所说的 创造出来的 这是解有传承 所以大家要相信它 我们最后就是要 讲到德民选格 德民选格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谈论了那么多 最早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后面会采用 比如说我们在 就是我们教体的部分来讲 又有四门出体 到底是从波热针炉的 为出发点 还是从这个 我们所说的色菌 重新来出发点 所以我们后面就是采用 金明 论明不一样 还有另外 金明跟论明所得的意思不一样 这叫德民选顺 选格 另外还有讲到是 为什么我们对 范围里面的这个一个句子 为什么翻译出来的会不一样 这个叫德民选格 那种德民选格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这边也要放入 所以的有两种 第一个初谈古说 这就是前面的这个翻译者 所翻译出来的这个经文 跟论文 论里面的文字语言 后论金事就是 讲威士佛学怎么说 那我们是 在22页 所以余中有讲 所以我们现在从文 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从这边来讲 经文跟论 经我们所说的佛经跟论 佛论里面不外 不离这个 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翻译的部分 就是过去的翻译 跟现在的翻译 今世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章是五门 第五门 第五门 我们这是讲到这个部分 德民选格 就是讲第五门 这个总料简章的这个是讲到 我们这个体就是体系 名就是我们现在 所知道的这个文具名声的部分 这个文具名声包括 所翻译的经的名称 还有论的名称 还有里面的经文 论文 论的这个文具 会有很多的 全个就是很多不同 那我们古说的部分 我们古说的部分来讲 古诗解释诸法明义 各随以情 各位一姐 具无依据难可准平 这个说法 他比较批判的是谁 大家请看 赤字拱操里面 他比较批判的是真谛 因为真谛的财 他比较批判的是真谛 因为真谛的维世佛学 所欲的跟玄奘的欲分 出了很大 所以讲 指的是真谛还有静音的部分 所以他比较 我们后面就是要依这个 采用一个标准 怎么样翻译的问题 因为怎样翻译 就是翻译这个文具名声 因为整个经跟论 最小的声音 我们声音就不讲了 因为声音会带出这个 文声 名声巨声 为什么真谛 我们这边没有依据 这个是大家能够 如果大家去研究 真谛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像玄奘法师 那么样子讨论 世从出地 那么样讨论 这个后面的六离合句 这可能要去研究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 因为以我们玄奘法师 就是在真谛的译本里面 很少有谈论这个 所谓四重出地 也很少谈论这个 六离合句的问题 所以他才会讲没有依据 因为我们四重出地 所以跟六离合句 六离合式 是玄奘的提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 没有依据 是很难作为一个凭据 意以体乖 这个意思载整个意识 跟他的这个 因为这个文句里面 表示的会有些出路 就有些我们所说的一个 有他的 这个体是讲经文 这个体 跟他的道理 因为所能全文 跟所全意的部分 会有一些的出路 才会有一些翻译者 为什么 同样一句 为什么 这个人翻跟那个人翻不一样 那怎么样出路 在二十二页里面 破体与张明 最主要讲这个 在施石恐操里面 讲的是 辞业式的解释 只是讲辞业式的解释 因为体是讲辞业 辞业来说他的名称 这种就是讲体张明 这假如是 那个 因为 就文体来张明 就义以为目 义就是在道理以为目 或从能医以受称 或从所医以利明 或从这个 树旧意为好 或从相应增长为好 或两体相为 两体相为是 相为是 就是讲过去的 祖师大德 就是我们讲真谛的部分 就是他比较 体张明的部分来讲 就是用体性来张明 用体性来张明 在六五离合式的部分来讲 就是针对这个辞业式 真正的辞业式是怎么样解释 就义以为目 这个意是讲道理 还有能医 就是他 这个窥旗法师把 把说这个 在解释上 有一些 有他的意跟 他的体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有他的出入 什么样出入 就是在这个体来讲 他解释的名称 有点出入 另外体 体这个意的部分来讲 是作用 意境的部分 作用 来做安利的这个名称 所以有这些 因为这些 他只是列举这些 就是在 就是在 我们所说的能全文跟 所全意 有出入的地方 他列了这些 这个到底要怎么举例子 真的是蛮难解释的 但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正确的 是如是种种解释不同 完全就是 这个为什么会 它是错误 因为 就 规计法师的意思 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 正视到 泛文的文法的规则 泛文的文法规则 非常非常强调六离合适 可是 我们是立法师 他是 他是印度人 要去查一下 因为有些的翻译者 他是我们所说的 中亚的部分 他不是真正的印度人 所以要知道说 他从哪一个国家过来的 因为像 俊摩罗斯 他就不是真正的印度人 他是从中亚西亚那边过来的 就要知道是为什么有 有这么大的 在翻译上的 那么在翻译上 翻译出来 有各个翻译师的 所翻译的不同 所以为什么叫种种解释不同 所以因为并没有正视到 印度有非常在解释意理上来讲 就是才 我们泛文非常非常地着重在八转音 八转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八个 他的文法就有八个 然后有八个还有三性 三性就是单性 还有多性 还有恶性 恶素的部分 性素格嘛 这个是讲素 性是讲男性跟女性 八个就是讲到 那个他有那个 有我们所说的 第一个是夫格 还有微格 还有巨格 还有属格 有八种 有八种 还有重格 有八种 这个我下次再跟大家说好了 有八个 印度非常非常强调这些 因为这是在文字上 一定要知道 另外从文字上 根据这个信素格来编列一个文字 比如说 比如说大圣 大圣的部分来讲就是 已经走 已经有这个信素格来编列 称为这个大圣 这个大圣又有 因为他已经安利大圣 然后大圣又有 我们所说的六离合式 又有六离合式来解释 这是印度的解释的规则 但是因为其他的翻译师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玄奘法师特别特别的提出来 所以去帅几情 这个是 这个是自己的几 未为典具 就是不能成为 我们所说的犯本 所以诸事纷乱 为什么在翻译上 这么大的 比如说以 这个所谓金刚波瑞经里面 就有两种翻译 第一个是从能断 一个是从手断 因为就摩罗斯从能断来说 能断的 这个所谓金刚 他把金刚把它象征为 能断的这个字 玄奘的这个金刚波瑞 这个金刚 玄奘把它翻译 其实是 手断的这个烦恼跟手之材 很难断 如同金刚一样难断 所以他差异就有这两个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从精明的解释 这么样的 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差异那么大 就摩罗斯是从能断的来讲 玄奘是从手断的那个部分来讲 所以我们讲 父亲异端 这两种到底是哪一种解释 比较好 就是有人在加以讨论 而令后学图 无可重授 就是我们 因为翻译出入很大 比如说翻译出入非常大的是 主法复的翻译 跟祝摩罗斯的翻译 就是很大 因为主法复的翻译 它有参照 它翻译之后 它又有受到这个 我们所说的 道家的这个理念 所以它跟 祝摩罗斯的翻译 就出入非常非常大 所以让我们后来学者 不晓得所依到底是哪一本 藉由翻译之主 不善方言 不善方言的部分来讲 就是因为 我们讨论这个 我们所有的翻译师 我们现在要讨论 真正是来自于 印度 因为整个佛经跟 佛经不离开梵文 你要非常懂得梵文 因为方言就是讲梵文 我们玄宗法师亲自到印度 所以他非常懂得梵文 我们要看着 到底我们的翻译师 到底是哪一个是真正的 是印度人 真正的印度人 就是说他来到我们中国 但他又没有把这个 整个文法的翻译 整个重点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翻译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根本 并没有加以注意到 以色江龙 以色江龙就是 即使你翻译的好像很贴切 叫以色江龙 但是真正的主旨并没有抓到 就是玄子有格 诗记舵 诗记舵就是讲到说 整个在翻译的部分来讲 就是舵就是落入的有 我们所舵的部分来讲 是有它的过失 我们学习者也是会学习到 不正确的教理 叫做知识讲学习者 那我们后面的是讲 谈古义说 谈古义 我们这边最小的是 整个 葵姬法是把 过去的翻译 把它种种 说到他们的这个 就是 在翻译的部分来讲 有讨论的地方 那我们后面要讲到这个 艺术金事 所以为什么要谈到过去的翻译师 他们的翻译的就是版本 最小的是要回 就是还是要 要 要 要把这个玄奘法师所带出来的这个翻译 把它 我们所说的介绍出来 先是 非古谬 就是先把他们的翻译的错 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不好的地方 先把 那个 指出来 古诗是 解释等者 就是种子就 翻译师 那我们最主要是讲真谛 真谛 真谛 但谁己情就是讲到 因为 他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 八转跟六离合式 把提出来 所以叫做 但谁己情 也真正的指出他们的过失 翻译 因为这个一定要提出来 你不提出来的话 你就不晓得我们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翻译 那我们开始来讲这个 23页的第四行 论经事者 西义别传 西义相传 西义相传的部分来讲是 在印度 这种解释是非常非常的流行 这个是讲到在印度来讲 你要翻译什么文字 就是要翻译什么书本 一定要注意这个 我们所文法的这个八转身 然后另外是六离合式 这介意别论 别论就是讲到说 这个别论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讲六离合式 确实有范围里面 有编制成一本论文来讨论它 是叫别论 个别的论点来讨论这个六离合式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玄奘这边提出的这个 最主要是讲六离合式 那我们这一段最主要的 第三数经加相传的诡则 总共有我们经就是玄奘法师的这一派 有后面有分为四大段 出标谍式别论名 就是讲到这个别论就是 就是它有在印度里面 确实有做出这个 所谓的这个六离合式的一个论点 这叫别论名 那后面是总式 什么叫做六离合式 有可以讲六合式 也可以讲六离合式 总式 什么叫做六合式 那后面是讲别式 然后后面做一个 我们所说的总结 简阅的总结 今世对古说作为碟 因为其实讲到说 我们要正确的翻译这个经文 一定要掌握到梵文的文法的规则 那我们再继续 在23页的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里面的第二行 第一行 泛云 沙三这个部分 就讲这个泛 因为六离合式 真正的就是讲 用泛音来说就是 沙三磨沙 这个叫六合 就是讲六合式的泛音的拼音法 那整个解释 就是总式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淡法 淡有恶意以上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因为整个法 法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大跟圣 有大的意思 有圣的意思 就是恶意以上 需要采用六离合式 这个是最主要是讲 是正式别论 我们第一个是讲 总标 那二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总式 是总式六合 只有两段文 所以讲总式六合 初遍六合式的所在 六合就是说 我们要在哪一个地方 采用六合式 六离合式 就是恶意以上的 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民生 有恶意以上 有两个 有两个 两个一礼 以上都要采用 先采用六离合式来解释 这叫做 变六合式的地方 采用六合式的地方 后面是讲民社六四项 民社六四项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 就是以这个所谓的佛陀 来做说明 就是讲民社六四项 六离合式的相貌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采用六离合式的 我们这个地方 一定要一个字 一个名 里面有 带有两个意思的地方 一定要采用六离合式 如果是 比如说如果是大 就不采用六离合式 如果是胜 他也不采用六离合式 因为他只有一个意思 所以唯一义名 大 一个义的名称 圣也是一个秘 就不需要六离合式 礼目字体 因为礼跟 这个叫做大有大的意思 礼 这个大是木 木是讲这个大为名称 木是我们所说的名称 它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字体 就不需要有离合的问题 不从它法 这个大不是从小来的 就是它本身来讲 就是以它字体来解采 就没有所谓的离合的问题 而立志 自明 所以如果一个意识的部分来讲 就不采用这个 所谓的六离合式 所以以恶意 就是讲 一个 一个名声 它有两个意识 就要采用 采用六离合式 它是 第一个 因为 大圣 有 大跟圣 另外是讲到 大之圣 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采 所以叫做 理有相难 因为它 大圣里面到底是在说什么 有些是大之圣 大之圣就是讲 最大的车子 就大之圣 而用讲大圣的部分来讲 我们就是要讲到 用 持业式 还是用 一祖式 一祖式是大之圣 持业式 到底用哪一个解采 所以它会有 有 有 有混淆的地方 所以才一定要用 六离合式来抉择 到底是用哪一个 解采比较好 这边用的是 十叶式 十叶式解采最好 它比这个大之圣更好 这是我们讲的 采用六离合式的地方 就具有两个意识的 以上的都必须采用六离合式来抉择它 抉择法医 那么后面的是六 这边是讲到谁的 那个名色六四项 名色六四项 始终有识 就是这个 这个六四的相貌 所谓六四的相貌 就要谈那 这个六离合式的 这个名称 就把这个六 六种解采方式把它列出来 第一个 先解采什么叫六离合式 初淡别是恶意差别 大家请看二十三页 二十三页的这个谁的 这个二自一是讲到谁的 名色六离合式的相貌 六离合式的相貌先讲这个 它的意识 第一个先要 大圣先要离 分离它 就是有大根圣 然后离了之后 才把它合起来说 合起来解采 所以叫做 初淡别是恶意差别 后乃何之 就是讲 后面才把它 到底是 大等于圣 还是讲大之圣 所以初月明先离再合 所以又说六离合式 第二个是广明 广明的部分来讲最主要是 用这个佛陀来加以为例子来说明 叫广明 第三个是简纜 是这样子的采用方式 六离合式最假如是 最假如是要去除 有非常多种的解采 就是讲大圣 到底是 这个圣 又大又圣 还是大之圣 大之圣就是讲大车体的部分 所以讲到简纜 就是我们采用 如果采用这个部分来讲 就比较不采用这个 就简别这个所谓的 粉摇不清的地方 游异式别名 游异式别名就是讲到 它因为有 先对一个字体 对一个名称 把它先用离再加以合 所以又称为六离合式 我们先讲第一个 荆棘出就是月标明离合相 所以六离合 六四的相貌 一定有先离相再合相 这是月明离相跟合相 然后后面的部分来讲 就是大离用六合之法 就是出作离世 后世成合适 随离世别合适意之 就是讲到 从离世分开之后 别适也不一样 就是合适也不一样 因为你这个是讲 你分开这个一个大一个胜 另外是讲到 起初是分大跟胜 后面这个讲离世 合适的部分 你因为讲离 所以它会讲到大就是胜 或是大之胜 或是讲大 另外有讲大中有胜 因为是讲有才是 这个这边没有所谓的代数式 没有代数式 因为大不属于树木 它也 到底是不是相为式 还有林俊式 有这些 所以我们要讨论这个大 在离世之后 合适就有这么多 所以有它的不同 合适意之为别 就有不一样的意思 以其别处立六个事 所以叫做六离合适 只是离世法后乃何之 因为到最后一定用合适来解决 这个大事应该要怎么样 抉择它怎么样解释 后面就是用佛陀来说明 我们在二十三页 如说佛陀就是广民 这边又有三小像 第一个是出世离世之下 所以我们的佛陀 依照我们这边的翻译就是 觉者 那觉者用离世来讲 佛陀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 它的意思就是觉者 我先念下去 因为它本身就是分为觉者 这觉者后面就是先采用离世 所以叫觉者 所以先讲主 者是主义 这主主的是讲到 这个我们所说的者 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人的那个主 主是讲我们所通五欲 因为者 因为是佛陀是在者 主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的意思 人的意思 他不外离不开五欲 就叫通五欲 觉本身来讲是 察义 因为他本身来讲是讲观察 察义本身来讲 他本身就是讲智 因为佛陀佛陀是觉者 是讲智 智 这是别觉 就是离 我们所说离世 别觉就是讲离世 先做这个离世来说 我们后面就要讲到 这个抉择应该要采用这个 第一个他绝对不是戴树士 他不是戴树士 他是不是有才士 这个另外是灵树士 另外是灵树士 还有另外是医主 还有池叶士 还有香维士 絕對不是戴術士 是有才士 林俊士 香維士 一般來講比較採用這兩個 十月士跟一祖士 如果是覺知者 這個就是講一祖士 另外是覺等於者 是辭業士 這兩個都有 都被採取 所以依祖士的部分來講 這是講到誰的 祖士仁義 這個意思就是 如果是覺知覺識講到 這個是有覺悟的人 覺悟的人 為人是五蕊 是假和 人是五蕊 假和故 覺是 就是把它 如果是依在 衣祖士就是把它放在人這邊來看 他是 具有覺悟的人 如果是把它放在這個 者是 覺識者的部分 相等是辭業士來看 這個就是要講到 我們後面才來講 我們後面才來講 因為這個是要 這兩個都可以 這個它統一一個 我們後面的就是一體 我們會講到這個 覺察是能覺用者 我們後面才解釋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比較難解釋 覺等於者 就是要講到覺是智者 它統這兩個都是一一體 就是講正確的 職業式的解釋 我們今天就報告到這邊 我們下一節課 就是要講到這個六離合式的解釋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謝謝各位 菲薩阿彌陀佛 Shopify MINGDisse 3 3 4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